從跟葉元宏交手開始 警方就知道要突破他的新房 並不容易 儘管葉元宏坦誠殺人 但是對警方來說 還有很多事證需要鞏固 當時候專案小組 清查了葉元宏的相關資料 發現他在扇美路 也就是發現小惠汽車的附近 還有一個住戶 台檢不是他住的地方 他是父母親住那裡 他其實是住在扇美路 那帶女朋友就帶到扇美路 我們就申請搜索票 收他扇美路的家 李必昭說 當時候他們搜索了扇美路的住處 依舊沒有找到小惠的東西 但是他們卻在葉元宏的衣櫃裡 有了其他發現 他偵辦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到葉元宏的家裡去搜索 他搜索發現他有一個手鼻袋 手鼻袋裡面有一個王姓婦女 就王女哥的身分證 支票 還有他的診者 還有印章 我們一般人想 這是他的貼身的東西 一般不會放在別人的身上 他也講說 我就去母親跳舞了 跳舞的時候 這個堂子就放在我旁邊 我們在結束的時候 沒有人的時候 他還在那裡沒有人去找 我總是把他趕回來 這樣的說法 警方當然不相信 追查下去才發現這個亡靈小姐 早就被通報失蹤了 因為派出所講 他已經在中秋節前後 已經失蹤了好幾個月 葉元宏來告訴我們說 他幾天以前 跟那個王林說 在舞廳跳舞 自行離開 根本情節不一樣 葉元宏為什麼要說謊呢 難道王林小姐的失蹤 葉跟她有關嗎 問題是光靠一帶證件 證據還不夠 當時有警方為了離清案情 先通知了王林小姐的家屬 到警察局製作筆錄 恰巧這一天 專小組也聯繫了 葉元宏的女朋友到警察局來 關鍵在 我們通知王林小秋的小朋友 想要了解 他的生活狀況 交往關係 那天剛好也通知 台南趙小姐 還有她的一個朋友 到我們隊裡來 我們了解的筆錄都做完了 訊訊的過程都完成了 她就坐在沙發 大家在聊天 坐下去聊天的時候 在辦公室裡面 她女兒坐在我旁邊 然後那個趙老師坐在對面 剛好手機響起來 喂 孩子 喂 對方都沒有回答 接完電話以後 她鬧一句話 她說台語 說買死了 葉元宏送我這支手機 我 肯定接電下去 睡覺就痛了 她每次接電話 耳朵都痛 還有聽到有人哭的聲音 旁邊那個女孩 望你 就等女兒就講說 你那支手機我媽媽的 我就問她說 你才知道這支手機是你媽媽的 她說這支是我的手機 我媽媽失蹤前一天要出門 跟我借的 她說她的手機壞了 借她的手機 她出去以後就沒有回來 她突然嚇了一跳 她說怎麼可能 一騎乘拔隊就往外奔了 怕她發生意外還去把她追回來 我們都在現場 所以我們會印象很深刻 她嚇死了 所以後來她又有 有碰到一些自己乖乖的事 乖